病毒的感染本身在心脏的部分的影响 心肌炎、心胞膜炎 新冠病毒带给儿少族群的威胁性 尽管远低于成人 但接种疫苗一样迫在眉睫 随着近200万剂BNT疫苗准备开打 整理国外观察 打完mRNA疫苗 包括BNT会引发心肌炎的对象 以男性最多 或是有肥胖、心脏病或气喘等共病 或是近期接受过心肌炎治疗 头两周是主要观察期 而刚注射完则要避免剧烈运动 至于儿少到底要打几剂 甚至要不要追加到第三剂 目前各国看法不一 国内专家则这样说 那我想很多国家采取第三剂的一个用意 主要是保护这些重症高风险的族群 还有就是他们的口罩政策没有确实执行的话 的确有的时候会需要去打第三剂的疫苗 原则上的第三剂的选择 应该mRNA类的疫苗还可以 那也可以再加上所谓蛋白质次单位的疫苗 疫苗随着不同体质各有副作用 但相较于染疫后不可逆的风险 还是重要的一层反顾 带一次闻稍次结讯好 台北舞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